阿弥陀佛 求靠在主爱里 决离黑暗尽入永光里 欢迎收看声火飞腾 最近香港娱乐圈很多喜事 很多女星有BB 或者刚刚生了BB的消息 听到这些消息 我们很替她们高兴 不过有时听到报道就这样说 高龄的女星传靠什么生子秘笈 什么苦科胜手 我自己就会疑问 生BB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呢 Isaac 你的问题 今集的嘉宾Tammy 可以给你答案 他以前都以为生BB很容易 医学唱名 只要肯花钱 想何时生都可以 所以多年来他都很拼搏 做过银行经理 做过证监会 是一位女强人 不过当他三十出头 想生儿育女的时候 才发现 生BB原来不到自己作试 成功的等号可能就是 有一个好的工作 是赚很多钱 但是自己从小到大 其实内心都是充满着 觉得很不安 很多恐惧 很害怕下一秒又会失去了 或者是成功了 还想得到更多的 永远都没有一个满足 叶家欣Tammy从来都是尖子 她和姐姐至少读名校 不过在这个小康家庭 一直有一个心魔 家里只有女儿 其实没有儿子 在当年父母都受到 亲戚长辈的压力 所以我自小都很明白到 自己要给别人努力 去争取 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早上六点起床 就一直去除了上学 就读书了 连这个中午吃饭的时间 或者小式时间都不放过 在课外活动上 亦都是争取表现 会去做学生会的领袖 那时做资深旅行军的主席 等等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同 会考放榜那天 我爸爸妈妈知道我拿了6A之后 他们的开心 他们不是赞我的开心 是有亲戚打电话来家 他们告诉他们 我女儿6A的那些 然后他告诉我 电话筒的对方剩下5秒的时候 他们的尖尖自喜 就是我自己达到了他们对我的期望 那时的感觉就是 对了 我已经做到我做女儿的本分了 或者是开心原来就是这样 凭着却月的成绩 Tammy考入美国名校 帕克莱加州大学读经济 还以一级荣誉毕业 所以一返港 她很快就获聘入投资银行 开始工作的时候 亦都是很努力的 就是比别人努力 人家可能7点钟下班 我就10点下班那些 如果在午餐时 同事出去吃饭 我最多一个星期 都是跟人应酬一次 其他时间 就会跟自己高级的 或者部门的主管 尽量跟他们一起去 有见客的机会就去见客 或者去一些 其实我当时这么低级的位置 其实不需要去 我都会争取去 可能别人在做一份工作 就等于我做两份 所以这些努力都被上司看到 难得有人这么拼命 就会给我多些机会 我记得那时除了送到美国 工作总行里做之外 亦都赞助我去读 在伦敦大学的碩士 公司亦都给我钱去读 那时CFA 其实是特区金融分析师 这个牌 一年三年考试 我都过了一关 就考了这个牌 当年少数香港人有 又好学历 又肯薄肯挨 Tammy很快就升做资深经理 她索性更加卖力 几乎以公司为家 那时已经疯狂到一个星期 差不多做一百个小时 但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全行都是这样的 一天三餐都在公司吃饭 连夜晚的餐 公司每人有二百五十元的津贴 是给你吃饭的 证明你吃完饭之后 还会在公司做 做到十二点都不走 当时真是一个 六亲不应的阶段 两个月就已经收到 一笔很大的花红 有一天在户口突然出现了 多了一个六位数字出来的 就会觉得 真是有前途了 进了银行里面 无论付出多少的代价 都不要紧要的 只要有这个金钱上的回报 也都在外界人看来 进了银行里面 都是这个精英中的精英 不过Tammy最终离开投资银行 去证监会做投资产品部经理 为计是可以有更多时间见家人 尤其是曾经命远一线的爸爸 我爸爸有心脏病 在医院做了手术 很危险的手术失败了 那晚只有我 我妈妈姐在医院 半夜的时候就很旺旺 第一次真的觉得很无助那种心态 真的无论自己做些什么 都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事实 那时候就突然想起了 我在美国大学 认识的一个 时时跟我说耶稣的弟兄 就打了电话给他 他就立刻来和我祈祷 真的第一次 感受到神的临在 真的觉得上帝真的和我们在一起 真的有一种莫名的平安 在那晚之后很奇迹地 我爸爸就入了心慈指老步 但是就好了 令到我真是去思想 这个世界是否有一位主宰 就是这样 Tammy开始追寻信仰 踏足教会 03年 她和拍拖五年的男友拉起天窗 不过对拍拖 对结婚 她曾经都很抗拒 一路的心态都是不想拍拖 因为觉得拍拖 结婚 生孩子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浪费时间阻挡着我 会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一直都觉得 这些是放在一边 或者觉得自己都还年轻 不用想这些东西 我先生其实就是一个 续练土生土长的华翘 我想他是一个有爱的家庭 很长大 所以他认识了我不久 已经很想结婚 或者生孩子 所有身边的朋友 家人都觉得 我应该嫁给他 那么多年 朋友身边都有眼看到 他对我有多好 觉得好像要有一个交代 亦都说 有一个对自己这么好的人 我都要对他好 所以就结了婚 其实都想结婚之后 真的好好和先生相处 去想想前途的问题 离开了金融业 但是都没有停顿 因为那时 刚刚和我 做一个室内设计的姐姐 一起开了一间公司 又是挂着事业 和赚钱第一 先生其实一直都是 一个很有耐性的人 继续在默默等待 也都会和我说 我们去了这么多旅行 如果人生都是一场 一个旅途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 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有一个BB 无论是自己生也好 去领养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 很好的经历 他一直都没有逼我 也都没有埋怨 为什么人家有 我还没有呢 他都是一种给我很大的支持 其实心里面都很感动 而同一时间 也有回到教会 圣经里面都有一个教导 儿女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就不是一个 我心目中所想的妇女 当时 Tammy和姐姐合资 开室内设计公司 主力对外联系客户 同一时间 她亦和丈夫计划三BB 不过六年过去 她始终未能成功怀孕 各路名医都试过 药又吃了很多 最后连这个 人工受孕的IVF都试了 每一次都觉得 有很大的信心 觉得可以这样做 自己可以安排到很多东西 在这个世界医学 那么献名 我有那么多方法 或者只要用钱 已经可以解决了 但是医生都基本上 跟我说 你回去休息 或者去试一下 有其他方法 其实都是跟我说 其实都是 没有 机会不成功 当时就有很大的挫败感 其实一直都有两个小组 给到我很大的支持 每一次去分享 不单止日常生活 生意上的困难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分享自己 真的内心 那种没有办法 向人倾诉 那种挫败 那种不安 经过了 我想都有 几年时间 他不断地在这个小组里面的吐告 向上帝的交托 慢慢将自己要负负责任 自己要掌控自己生命 那种淡子 放下 可能他仍然是在走自己的路 会面对自己的困难 但那种内在的平安和喜乐 是真是很深深地感受到 他怕 他以前比我这样 就要挖水泡 尽量拿到什么 而他怕 他才第一个走去神 当中 你会慢慢把事业的顷目退后 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我脑子都是很多时候 掛着公司的东西 感觉到 但是因为 头看到你是变了顷目 而会提醒我 在磨练的过程 其实就是 医治了我这多年 那种 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一切的心态 到最后我的吐告 已经没有再求有 不如神你告诉我 你给一个指示 就是你的指意是如何 我也愿意跟着去走 在人生的旅程 Tammy从来一帆风讯 偏偏一直得不到BB 不过在2011年 他做第三次人工受孕 终于有好消息 那一招 拿着那支棒 拿着很久 因为很隱约 会出现一栋 但因为很浅色 拿着很久 拿着相机出去拍摄 大家都不相信 我现在看着很久 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神给我的印记 就是告诉我 他真的在 很多人都会说 你这么难才会有 或者有这么多人 会这么容易会笑产 或者怎么样 你千万不要上班 不要外出 不要做任何事 保持轻松的心情 但是我一反自己平时的常态 我每一样都应该是紧张 和预备定 A B C D E 五条路走的 应该每一样都是 但我完全是 没有这样去想 是完全放松的 我都没有想过 你会有勇气去生孩子 但是你连这件事 你都改变了 因为你恨Andis 你知道 for him he would feel that his family is not complete without a child 就是你改变你最怕 那样东西去爱你身边的人 我觉得你很厉害 力量不是自己来的 真是神高的 因为如果用我自己去改 真的改不了 三十八岁才首次怀孕 Tammy和丈夫密切期待着 这个小生命的出现 不过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BB却出现异常 有一次照超声波士 医生突然跟我说 好像有点不错 我看到BB的心跳 是跳三下慢一下 心率不正 一半机会 他会变差 有一半机会 还会变好 说了等于没有说 其实我可以做什么 他说没有什么可以做 你还是回家 因为那时应该是三十周 总之是太早 还未值得拼命 去开刀拿他出来 如果换着是以前的我 我一定会整晚睡不着 由早上到晚 但在那时反而我又没有 我心态是平安的 我将这件事说给我妈妈 我妈妈平时是不会跟我说圣经的人 有一天跟我说 在这个圣经里面 其实就是说 奴家福音里面的一段 就是说 不要怕只要信 你的女儿必得拯救 其实故事就是说 有个女儿就来死了 他就去找耶稣 说你快点来到家里救他 然后有人走过来 说你不用去 因为已经死了 你太晚了 但耶稣就说 只要你相信 他现在已经得救了 如果上帝真的要给一个 有病的宝贝给我 或者是一个没有病的宝贝给我 都是他的恩赐 他给我的事 我会能够承受到 到出生之前 我想差不多两个星期左右 差不多最后照片那次 医生就真的告诉我 咦 没事了 但那一刻你问我是否很兴奋 我又不是 我只是觉得 嗯 真的有他的安排 明天宝贝就来出生 其实真的很奇妙 我是很想说给宝贝听 做妈妈或者做爸爸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奉主是否祝福这个宝贝 真的好像你所说 就是你从小到大都带到耶稣那里 你的道路也不偏离 我也很开心 就是宝贝来到这个家里 妈妈有这个平和充满 你看着他成长 真的很放心 嗯 因为真的有十日外星当中 所以宝贝你真的很幸福 有一个很疼你的妈妈 很多时候听到 Kendy的妈妈跟我分享 她很多年前有多想 她有这个小生命 受尽多少辛苦 要吃多少药 我们在她身边很疼她的人 都担心到不得了 肉痛到不得了 但不可以相信 明天这个小生命 就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你出生了 我都会很疼你的 希望你可以知道 妈妈其实真的很辛苦 带你来这里 希望你可以很乖 又爱 认识上帝 是 真的这些日子 就是 旅行的资讯 又有家人的生活 最重要 那你会否开心呢 我当然开心了 谢谢 2011年10月6日 女女子信平安出生 Tammy开始相继妈妈的生活 既要照顾女女 又要兼顾设计公司的生意 圣经里面所说 不要怕子要信 那我们用子信 用了这个木字 边做一个新字的那个子 就代表着一种子树 其实就是一个重心的 一个可以撑起一些好的 一个有建立的意思 也都代表着自己一路的心态 就是说 其实我希望 以后都不会用自己 去做一个凡事的重心流 或者中心流 我希望 好像一个车轮 用神去做那个俗心 做那个中心 而车轮一条条狂撑出去 就是事业 家庭 或者其他所有的东西 而只要神摆在中间 这个车轮才能够很顺畅地 向前运行 可能你叫我去写一封信 或者读一本书 或者上班 都真的容易过 在家囚业议很多 如果靠我自己的力去做 真的放弃了很久了 已经 真的靠着神给这个力量 而移类 其实就不是我们的一种 缘要多一张照片 或者多一件自己 属于自己的物件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就是要好好地教导他 我们只是一个监管人 在世上的一个监管人 而真正他都是属于上帝 2012年的3月10日 是雷队指信五个月大的慶祝会 当日首播CBN为他拍摄的故事 Hemi鼓励出席的亲友 将礼物作为献金支持CBN 今天是我们的BB奉献礼 我们将他命名为三千日的期盼 一百日的恩喜 CBN和我们做的一段访问 CBN为我们准备的一切 很多谢你们 我是指信的启妈 由她未出生到她出生 其实一直跟Tammy和Anders同行 今次好像见证了 真的由梦想 讨告到成真 我们很感动 我觉得这个是神的礼物 真的很漂亮 不单止这个礼物是指信 Manyuel 还有一帮很疼她的朋友 大家以不容辞地 入起衣服就帮她 投避了几个月 一直都没想着要搞些什么 其实只是想和人分享这个喜悦 音乐有现场的布置 所有一切一切都不是我自己擅长的 都是为身边的姊妹弟兄去帮忙 祝福Tammy和Anders 你们现在成为父母 你都很有信心 神一定要你同在 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有神的爱 在他们养大指信的过程里面 也有神的爱 很多香港人都好像Tammy那样 由读书到工作都不断追求 不断向上 很可能你也是其中一位 付出很多 但到头来得到的呢 什么好像满足不了自己 Tammy一向给人呂强人的印象 她也曾经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 直接面对生育的难题 她才发觉原来自己的能力很有限 靠自己出尽法宝都没办法怀孕 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她做了一个最好的决定 就是将一切都交托给上帝 到了今天BB出世了 Tammy亲身经历了一个神迹 现在每天对着精明活泼的女女 她都很感恩 开心的就是女女健康成长 特别在华印度生产的过程之中 她学会了放手教堂 不再试试靠自己 也是靠着耶稣 她发现这样的生活 才是最轻松、最自在的 臭大女女 对Tammy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她相信有耶稣同行 她一定可以做一个好的妈妈 如果你都想像Tammy那样 在人生的路上 有上帝做你随时的帮助 不如你现在闭上眼 跟着我跟耶稣说几句 亲爱的耶稣 我以前以为我自己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搞得好 现在我发觉 原来我自己很有限 有很多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进入我内心里面 做我生命的主人 我知道 有你跟我一起 我才能够解决人生所有的事情 我求你祝福我 你与我同在 多谢你 亲爱的耶稣 身边的朋友不断的讨告和鼓励 是Tammy愿意 亲近耶稣的动力的 我们都很想成为你的同路人 聆听你和帮助你 欢迎你马上打来CBN热线 号码是3188 303 我们在电话旁边等着你 至于刚才有接受耶稣 做你生命主宰的朋友 鼓励你马上打电话来 我们会送给你《星火飞腾》 第十辑的VCD 希望一集三个故事 能够带给你生活上的鼓励 透过祷告 Tammy经历到上帝同行的实在 我们都欢迎你打电话 或者用手机短讯和我们联络 将你的祷告需要 告诉我们 让我们同心为你一齐向耶稣交托 本地的号码就是65265508 中国内地的号码就是13143895508 现在《星火飞腾》 每一集都附有研讨指引 欢迎你好好善用 相信可以帮助你和人分享信仰 另外如果你想有精彩的诗歌 不停陪伴你 可以来到我们的CBN 24小时 网上诗歌电台 One Music Radio 欢迎你随时登入我们的网页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你心盘 投靠在主爱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你心盘 订阅 转发 打开你心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你心盘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开你心盘